国庆期间,中国赴黎巴嫩维和扫雷兵坚守站位,奔赴黎以边境蓝线雷厂执行扫雷任务,累计清牌雷厂面积214平方米,销毁地雷60枚,协助柬埔寨维和扫雷官兵销毁地雷45枚,延续着安全高效的扫雷传奇。 在维和任务区,国庆节并没有假期,早上6点30分,扫雷连60多名官兵穿戴共十几斤重的头盔和防弹衣,乘坐带有UN标识的扫雷车驶出迎门,一个半小时后,车队到达了李义临时停火线蓝线雷厂。 到达雷厂后,三名警戒人员持枪弹迅速到达三个进出雷厂的路口进行封控,驾驶员开始洗菜、切菜,为官兵准备早餐。 执行任务时,官兵的早餐和午餐都是在野外吃的。 这是国庆节,我们会多加两个菜,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节奏的氛围,改善一下伙食。 第一组准备进入雷厂的12名扫雷兵开始穿戴防护服,组装碳雷器。 扫雷监督员对雷厂做了简单的情况介绍,明确任务分工。 六名扫雷骨干各大一名作业手进入雷厂,在六条作业通道内同步展开扫雷。 国庆节,我们依然坚守在雷厂一线,我们每一名战士都无怨无悔。 作为维和军人,我们更应该坚决维护世界和平,坚守我们的岗位,坚决完成任务。 在雷厂上,每销毁一颗地雷,就要在地雷销毁的位置打下一颗黄顶小木桩。 如果遇到遗失地雷,就要打下一颗顶部黄白相间的小木桩。 从雷厂里密密麻麻的小木桩和顶部不同的颜色,可以看出雷厂里地雷数量之多。 除了地雷本身的危险,雷厂山高坡斗,植被茂密,野生动物频繁出没,复杂的雷厂环境也给作业手带来了困扰。 像狼啊,豪猪啊,等等,这些动物会经常地出没,影响我们作业。 在之前的挖掘过程当中,我就挖掘出来过蛇,还有蝎子和蚂蚁窝等等这样的生物,然后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作业安全。 国庆期间,举国欢庆,中国复离为和扫雷兵依然坚守岗位。 他们克服炎热的天气,蚊虫的叮咬,一次次接受生死的挑战。 凭借专业的扫雷能力和小心谨慎的安全意识, 中国扫雷兵保持着自2006年首次部署到黎巴嫩执行扫雷排报任务以来, 至今零伤亡零事故的记录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